大家好,我是小金 他又高又瘦,没有脸 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 只要他在你的生命中出现 你的命运就注定了 假如你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情况 甚至想想他的身影 这只会使他更容易地找到你 他就是被网络上疯狂穿播的瘦高人 随着越来越多关于他的内容被创造和分享 这个21世纪的神秘生物越来越受欢迎 以至于他的形象超越了网络的界限 开始渗透到其他媒体当中 在游戏、漫画书和电影里 都有他跟踪人类的画面 人们也会打扮成他的样子 在森林里寻找他 然而2014年 一名12岁女孩被谋杀未遂的悲剧 让他家喻互相 与其他神秘生物不同 我们非常清楚这个神秘生物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是谁创造了它 而且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 它的默默无闻是它的可怕之处 但是这个神秘生物真正影响的 是它如何永久地改变了都市传说的形式 简单地介绍一下它 2009年6月8日 一个网络论坛上发布了一个PS挑战 通过数字处理 将普通照片变成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图片 一个用户于6月10日 以两张黑白照片作为回应 第一张照片是一群青少年走向镜头 在他们身后你可以勉强看清楚一个高大 模糊的身影浅浮在背景中 这些青少年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第二张照片描述了一个更清晰的瘦高人形象 照片中显示孩子们在操场上快乐地玩耍 但在背景的一棵树下 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一个怪异的生物若隐若现 这张照片中瘦高人似乎有触手 几乎在一夜之间 瘦高人成为了网络红人 随着他的传说不断演变 一些共同的特征出现了 瘦高人被描述为明显比普通人高出许多 身体比例也很奇怪 他非常的瘦 手臂和腿很长 在一些故事中 他的背部可以长出触手 他穿着西装 没有五官和头发 皮肤也不自然地苍白 凡是看到瘦高人的人 都会被他跟踪 所以 这就成为了一种令人毛哭悚然的循环 越是看到他 他就越经常出现 所以啊 我做这个视频 就意味着我已经被锁定了 如果有一天 你们发现我停更了 请不要忘记我为这个节目做出的贡献 该用户的贴子 比其他投稿作品更突出的地方在于 他是第一个 在发布图片的同时还做了一个简介 他在发布照片的同时还附上了以下文字 这是斯特林市图书馆大火中找到的两张照片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在14个孩子消失当天拍摄的 照片被没收作为证据 照片中有一个被称为瘦高人的人 古怪的是 照片被官方认为是胶卷的缺陷造成的 一周后图书馆发生火灾 并且拍摄照片的摄影师玛丽·托马斯 自1986年6月13日起 一直下落不明 瘦高人就是从这些话语中诞生的 一段文字造就了一个传说 该论坛的用户立即开始关注这个神秘生物的故事 瘦高人的贴子引起了热议 很多人认为 它会成为一部很棒的电影剧本 或者畅销书 其他一些人很快加入到了瘦高人的行列 并发表了他们自己对这一神秘生物的描述 几天之内 这条内容几乎完全是由真实的瘦高人传说组成 有一位名叫塞加尔的网友 发表了一篇文章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提到了自己对一部电影的调查 而这让他的朋友们越来越不安 几天后 这个电影被上传到了网络上 标题为大理石黄蜂 他的故事是受瘦高人启发 该片讲述了一种神秘的生物 它可以扭曲音频和视频记录 导致电影创作者发疯 事实证明这个塞加尔 就是瘦高人照片的创作者 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制作了这个系列电影 大理石黄蜂成为了瘦高人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 总共有超过90级的发现神秘生物的镜头 它甚至帮助激活了两款瘦高人的视频游戏 瘦高人于2010年1月14日首次亮相论坛 此论坛是由一个收集诡异故事的论坛发展而来 用户可以拷贝和粘贴其他网站上 比如都市传说的故事 有些人认为此论坛和其他网站诸如此类的论坛 都掩盖了真相 他们认为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 只是被虚构的故事所掩盖了 并通过看似真实的影像就认为是真实的 但作为一个哥特式小说的爱好者 我可以告诉你 把都市传说故事当真实的东西 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哥特式小说出版后 会被虚假地宣传为 某个已故名人的手稿 收集得到的真实故事 或者声称 它是某个匿名作者的真实故事 并到处散播 但是现实中 他们完全是捏造的 最近发现的电影《女巫布莱尔》 就是另一个例子 说明虚构和真实的界限 是如何被有意模糊的 维克多·瑟奇 也就是图片的作者 承认寿高人是编造的 他从所有让他害怕的东西中 构思出了这一形象 至于名字 他说他是临时想出来的 他确实承认 他用幻影电影中的高个子 作为第一个寿高人的形象的幻象 但由于他对细节方面还没有想好 所以他允许其他人 用自己的恐惧来填充创作的空白 你可能从别人那里听说过 受高人的目击事件已经发生了几百年 他出现在古老的文字和艺术中 从日耳曼的神话到加拿大的民间传说 北欧神话和埃及的象形文字 想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多年以来 一直秘密困扰着我们的神秘生物 这是很有诱惑力的 虽然这是一个很酷的故事 但这些都不是真的 寿高人在2009年之前并不存在 以这张照片为例 有人说这是16世纪的寿高人图像 但实际上这是根据那个时期 现有的版画进行的照片处理 原作来自一系列丹麦恐怖的图像 意在表明死亡是普遍存在的 这张又是根据同一艺术家的图像进行的PS 与食人怪和猛鬼街里的克鲁德等其他神秘生物类似 寿高人一直被用作越轨行为的替罪羊 2014年 两位女孩试图谋杀她们的朋友 因为据她们认为 这样会引起寿高人的注意 如此戏剧性的故事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这个曾经哄遍网络的神秘生物 在线下也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引起了道德恐慌和恐惧 寿高人的五脸特征 让我们可以把几乎所有的恐惧都抄露到她身上 她的外形很诡异 她的人形轮廓和普通的衣服 让她看起来很普通 但有些东西让人感到不舒服 她深色的西装让人不安 可能有几个原因 她显示了她的光鲜 很有气质 做事情也很用心 她很有自知之明 耐心地等待和观察她的受害者 还有就是 黑西装与死亡的关联 我们在电视葬礼上经常看到的东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黑西装象征着权利和权威 寿高人专门针对儿童为目标的想法 让我们担心 有邪恶的陌生人会来绑架我们的孩子 寿高人是新版的 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糖果 这是一个教训 通过灌输戒备心 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让他们远离不认识的成年人 寿高人总是在看着你 即使你不知道 这与我们担心被摄像头和其他技术 监视我们的生活行为相似 甚至连寿高人最初诞生的互联网 也是在不断记录我们的所作所为 寿高人把对一些抽象的东西的恐惧 具象化 比如把网络上的一个故事 带入到了现实的东西里 比如晚上你窗外的一个男人 寿高人可能只是一个可怕的虚拟的故事 但当人们误读了它 把它当作真实的东西 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就会模糊到危险的程度 科技 让任何人都可以把虚假的东西变为真实 经过PS处理的图片 电脑编辑的视频片段 以及伪造的文件可以迅速地传播 并被视为真实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做出贡献 寿高人代表了民间传说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在这个转变中 神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跨越社会 文化和物理的界限被创作出来 这是一种网络化的各特事 鬼屋变成了闹鬼的一切 寿高人和其他网络民间传说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互联网 这些神话通过社交媒体 像野火一样传播 让我们可以在神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观察它的实时评论 回应和反应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故事如何实时发展的确切描述 这在以前的传统文学中是不存在的 我想这也是寿高人如此受欢迎的部分原因 也是赋予它生命力的原因 它可以由任何人来共同制作 寿高人无意中革新了都市传说的讲述方式 它为任何有网络连接的人打开了大门 帮助他们创造了一个传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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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